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咱们家里的电气也是越来越多了 与电气一起增加的还有电费 您以为这些电都是您用掉的 其实很多都是电气待机的时候偷偷跑掉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电气偷电的话题 什么样的家电待机情况下耗电量比较大 电冷气 路由器 一般是冰箱跟空调 机电盒 你要说耗电耗不了哪去 制动家电那些 待机状态 通俗讲就是电气未在使用中 但没有拔下插头 生活中很多人认为电气不运行 它们的耗电量是微乎其微的 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家用电气研究院 测试一下我们家庭中常见的传统家电 它们在待机状态下的耗电量 实验员用0.5级的标准功率表 将它接入到被测电气的工作电源回路中 以测出我们被测电气的待机功率 经过测试我们发现 洗衣机待机功率为1.7瓦 路由器待机功率为7瓦 机顶盒待机功率6.5瓦 而根据家电研究院的数据分析 电视机空调待机功率都小于3瓦 传统家电中耗电量最高的是路由器和机顶盒 某些老式家电由于产品在设计的时候 它只有工作和不工作两种状态 因此当我们不使用它的时候 但却没有彻底断开电源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偷电的现象 比如过去家庭中使用的某些老式的电视机顶盒 由于没有针带机的功能 在我们不使用的时候 它的耗电量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智能家居和小家电的待机功率 经过测试 扫地机器人待机功率为1.4瓦 电磁炉0.8瓦 加湿器0.7瓦 洗碗机 空气净化器和垃圾食物处理器 待机功率均小于1瓦 智能马桶盖座圈保温时 功率在40瓦和1.4瓦之间周期性变化 具有红外唤醒WiFi唤醒等功能的智能电器 比如扫地机器人电视机 以及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控制的智能家电 在我们监通电源 但长时间不使用或不开启时 它的耗电量是很小的 但是像智能马桶 营水机 电热水器等具有加热保温功能的电器 它们在不使用的时候 因为是需要不间断地进行一个加热的工作 所以它耗电量是比较大的 据统计 即按照我们今天测试的洗衣机 路由器 机顶盒 智能马桶 扫地机器人 电磁炉和加湿器 这七种家用电器 一个月按30天来算 如果不拔掉这些插头 一个家庭一年将多消耗168度电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如何更好的节约用电呢 第一 如果大家在上班或者外出较长时间时 可以把营水机电热水器关掉 把智能马桶的周圈加热功能也关闭 第二 一些使用年限较长老化的电器 其能耗就会变大 应该及时地更换 第三 对于有待机模式的家用电器 如果好几个月都不使用 最好是把它彻底地断电 因为多个待机的电器加起来 耗电量也不容忽视 好了 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者是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感谢观众服务